燕和的改造項目都需要在遵循原有建築空間的基礎上 給予最合適的規劃設計 創造新的最大商業價值 這個項目在雲南省昆明市在圓明路上 是一個很有地標性的建築 新公園文化工 其實這個新公園文化工是由老的新公園文化工 拆除之後重建的一個地標性建築 現場其實具備幾個很不易的條件 第一個不通風採光不好 第二個交通流線不通創 第三個是原來建築規劃不具備地下美式城的居店消防要求 我們找到了幾個解決方案 第一個保留原來的消防分區 因為這個地下美式界屬於改造的項目 原來的建築規劃裡面 這個消防分區是有一定的定性和要求 目前階段是不方便重新改動 另外我們重新增加了整個美式界的後勤消防通道 也是屬於我們的後勤功能的一個通道 這樣重新增加了整個消防區的一個分流和消防功能 第二點我們設定了最佳的交通流線 對緊隔空間來說 我們設定了三條主軸 兩條主要的交通流線主軸 一條分流的交通流線主軸 每個主軸都連通地下廣場的主要出入口 第三點是對緊隔地下美式界的一個定位 首先點我們延續了緊隔新公園花工的一個文化 帶到地下美式界 比如說是雕塑 還有主題的畫畫等等 同時我們在下層廣場的橋面上也設定了 很有趣味性的一個立體綠化 讓每個客戶能盡情的享受到整個建築趣味空間 和整個地下美式界的一個文化藝術 總統最佳的交通流線 總統最佳章的介紹 非常多 whereas 有一個文化的那種 最佳章的建築 結束一個主題 通貨物王 我們再次展開 一刻、電郵王